選戰結束了 柯文哲現在哀哄 他是坑台灣人 為什麼這麼說 其實主要是柯文哲在選前 記得嗎 他說呢 從他們內參民調啊 或者是柯振營表現出來的態度等等 柯振營都認為自己會贏 但是開票結果 柯文哲是墊底排第三名 不知道是不是想要遠離爭議 柯文哲呢 他在20號的時候 然後他去拜訪了這個慈濟的正言上人 兩個人也談了一些話 而且呢 台灣話之後呢 柯文哲是立刻在他臉書上PO文 他PO了什麼 他引用了禁思語PO文 內文中他特別寫到了 他說呢 這個光不計為 善不怕小 而且他強調 大家都希望能夠促進正向與善的循環 光不計為 善不怕小 只要人人願意行動 累積起來 就是國家社會的這個前進動力了 好 他PO文之後 馬上有網友 就可能是柯粉啦 就說 感謝你帶來這個正能量 那同時又有人批評了說 這個臨為吃素 抱佛避險 如能成事 其有天理 那同時又有網友留言說 阿伯跟小草已經很努力喔 好 但是呢 吳子佳批評了 吳子佳說 柯文哲他明明知道 他自己是第三名 但是 選前民調封關期間 柯文哲是用盡全身力氣 含話要氣飽 稱他自己會當選 這個概念非常惡劣的害死台灣人了 為什麼害死台灣人 因為這個民進黨繼續執政嘛 同時呢 這個吳子佳批評 他說呢 他騙的對象是誰 就是二十歲到四十歲的年輕人了 那這個郭正亮批評了 他說 柯文哲怎麼會認為他會當選呢 他應該要從情緒的否定期走出來 好 而且呢 這個亮哥認為 他說呢 柯文哲他已經選得很好了 不知道在否定什麼呢 好 那當然呢 這個他的郭淑慧 郭淑慧說 敗選已經成了事實 不斷地埋怨 責怪別人 是一種媽寶的行為 沒有辦法誠實面對失敗 而且 柯文哲過去當過台北市長 但是 柯文哲在台北市的選票墊底 你又要怪誰呢 好 那這時候呢 這個他的子弟兵馬 也出來說話了 蔡壁如他表示了 他說 主要是因為陳佩琪啦 他在臉書發文 發了簽字文 那當然是力挺 自己的先生嘛 力挺柯文哲 這個陳佩琪說 民調沒有造假 談藍白河 撐柯粉的票 大多只會轉移到綠營去 那子弟兵呢 這個蔡壁如他也表示了 他說陳佩琪的分析也沒有錯 民調也沒有所謂的假民調 只是民調的取樣 或是加權又加權 就會比較失真 柯文哲是比較難過的事 怎麼他曾經擔任首長的台北市 會選成這個樣子 那韓濱就說啦 奇怪了 現在陳佩琪 你po簽字文 你現在在講這些話 除了去幫你先生洗地之外 請問一下有任何意義嗎 韓濱也點出了 其實現在柯文哲最大的危機不在立法院 而是政黨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們來聽一下韓濱的說法 為什麼陳佩琪一直要去寫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們已經感受到壓力 也就是第一個柯P那個用民調去騙支持度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開始在發酵 他們已經感受到現在越來越多人離開柯P 然後因為他們發覺柯P過去所堆積起來的光環 很多是靠虛的 是靠這種話術去堆積出來的東西 不是真正有那個實力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是感受到這種危機 才要做這些操作 但是這些操作不會讓你變好 這些操作除了讓最死忠的那一派不會走之外 其他人會陸陸續續散開的 民眾黨現在要怎麼樣挽回自己的頹勢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趕快做出一點時機出來 而不是想著怎麼樣 站在道德制高點 怎麼樣去顯示我是最好的 你們藍綠都是垃圾 那個東西只有一種辦法可以顯示出來 就是你們真的提出了實際的法案 而且有實際的行動 能夠讓人家真的感受到民眾黨的 道德理想崇高 民眾黨要把自己的頹勢挽回 只有一個辦法 趕快務實做起 把你過去該補的課全部補完 你才有資格說話 不然的話 到最後你就會被兩黨玩死而已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啊